如果真有其事 我这次要让钱有余 一辈子对我感恩不尽 这些你都不要管 有我 小姨微笑着说 你做好自己的事 当好你的官就行了 我正要反驳她 口袋里的响了起来 电话是徐梦达打来的 让我连夜去省城 她有重要的事找我 挂了电话 我抱歉的起身 搂着小姨在她脸上 亲了一口说 我要去省城 小姨笑阴阴地说 去吧 注意 安全 我还想去搂抱她 她已经躲开了 从礼物拿了一包钱 递给我说 带上 我想拒绝 小姨笑着说 你有钱吗 五百万可不在你手里 去省城要花钱 男人不能小气 我只好接过来 低声说 算我借的 小姨笑道 不算借 算我投资 我顿时 哑口无言 徐梦达还是住在疗养院 从她恢复的情况来看 站起来的机会 不可谓没有 我去的时候 端木也在 看到我来 说一起去外面喝酒 我惊讶 徐梦达居然赞同 她一个拖着病体的人 作然她愿意 我也不敢 万一要喝出个事来 不但她爹徐达 不会放过我们 就是自己的良心 也没办法安心 劫后来省城 感觉一座城市 还带着过年的余味 大红灯笼依旧高高挂起 有些人家的窗户上 竟然还贴着窗花 疗养院里还残留着过年的喜庆 以至于徐梦达的精神是空前的好 徐梦达提议说出去喝酒 端木不敢反对 只能拿眼看我 我吱吱呜呜半天说 不如我们以茶代酒 就在这里畅饮一番如何 徐梦达起初不肯 说自从进了疗养院 她感觉空气里有一股霉味 太阳都是绿色的 生活就剩下一种颜色了 徐梦达的坚持 我们不好太强烈地反对 毕竟他是病人 我们得按病人的要求来尽量满足 更重要的是 徐梦达在我和端木的眼里心里 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朋友 徐梦达虽然现在不是干部 却有着我们这些干部 所没有具备的资源 我是怀着鬼胎来的 但又不能直接开口问 所以一切事情对我来说 都显得心不在焉 徐梦达明显感觉到了 我们在敷衍他 也不好发脾气 只好退而求其次 让端木去外面买点酒来 我们就在他的房间喝 端木出去不久 徐达老爷子就来了 我们见过一面 彼此都有印象 因此我一眼看到老爷子 蹒跚进来 赶紧起身去扶着他 徐达看着我微笑 不动声色推开我扶他的手 小达 你妈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 不来看你了 徐达温柔地坐到儿子身边 将一只手搭在儿子的轮椅上 满眼里都是疼爱 从这句话里 我感知到老爷子是每天都要来看儿子 这种感情不能不让我心动 因此我心一软 眼眶就湿润了 徐梦达显然感觉到了我的伤感 他笑着说 玉峰啊 你怎么了 我擦擦眼角说 没什么 我是看到手掌天天来 心里不安 徐达叹口气说 我就是一个儿子 除了他 我这辈子是一无所有 我越发钦佩了 倒了一杯热水 双手递给他说 手掌 我理解 徐老爷子淡淡地笑 默默地坐了一会后 起身说 小达 我得回去了 你妈还在家等我 徐梦达这才叫了一声 爸说 爸 你不用天天来看我 我很好的 没事 再过几天 我打算回家住了 徐老爷子文言 脸上献出一片喜色 兴高采烈地说 好啊 我叫你妈把你的房间再准备下 我儿子要回家了 他喃喃地说 转身出门 看着他蹒跚的背影 徐梦达终于没忍住眼泪 任泪水在脸上肆意横流 徐梦达自从参加工作后 就没在家住过一天 二十来年的时间 他只在每年的春节回家一趟 也就是坐坐就走 徐梦达不回家 主要还是在于 徐达部长和夫人两口子 从徐梦达拿了第一次工资开始 就念叨着让徐梦达娶妻生子 徐梦达就是受不了他们的念叨 才狠下心从家里搬出来住 本来也就是住住就回家 谁料想到了外面的世界 一切与他住在家里大不相同 一颗心只要野了 再想收回来比登天还难 徐梦达有一种游龙入海的惬意 乐不思蜀不愿回家 但他背后站着的是谁 中部省只要在官场的人 谁不心里像明镜一样清楚 到后来徐梦达在朋友的引荐下 认识了省广电总局的一个处长 处长知道他在电视台代理广告 徐梦达要在电视台拿个时间段 谁不给面子呢 于是从省台开始 一直将中部省13个地州市的电视台 都拿了下来 起初徐梦达是抱着玩玩的心态 没想到这一玩 居然就玩出了名堂来 那年月谁都想在电视台做广告 任何东西只要在电视台露面了 老百姓就认为是放的新的东西 在买的时候一点也不手软 做产品的人都看到了电视传播的惊人效果 都想来露一下面 可是电视台的广告是有时间限制的 要想上广告 没有过硬的关系 连门也没有 其实徐梦达还在上着自己的班 直到有一天 有人找到他单位来 甩手就扔给他一千万的支票 目的就一个 在他的广告时段里 给他一分钟的时间 徐梦达这时候才感觉到了厉害 于是偷偷地辞了职 专心去办自己的广告公司去了 徐梦达辞职的是在半年之后 才被老爷子徐达发现 这对于一辈子吃着黄粮的徐老爷子来说 不亚于晴天霹雳 老两口好不容易找到徐梦达 苦口婆心劝他回头是案 无奈徐梦达已经是吃了秤妥的心了 打死也不肯回头 徐老爷子一气之下 公开宣布与儿子徐梦达断绝父子关系 这则典故 在一段时间之内 中部省里传得沸沸扬扬 父子俩和好 还是徐梦达出了车祸以后的事 徐老爷子得知儿子出了车祸 当即下的只剩下半条命 后来知道儿子捡回了一条命 他厚着老脸 亲自找了省人民医院的院长 派人将徐梦达接回省城来 等到病好的基本差不多的时候 老爷子本想着将徐梦达接回家去住 无奈徐梦达打死又不肯 只好再次动用手里的资源 将他安排在省高干疗养院里住下了 现在得知儿子愿意回家去住 这让老人的一颗心得到了无比的慰藉 儿子结不结婚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儿子在身边 他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我听完徐梦达的这番叙说 感动得眼泪也禁不住花花的流 正好端木提着两瓶酒 拿着一些凉菜进来 看到我们两个男人哭得稀里哗啦 惊得一张嘴张开半天何不拢 在我执意的要求下 徐梦达最终还是以茶代酒 我和端木时打时喝酒 一瓶酒见底后 端木的舌头大了许多 说话开始胡伦起来 我清醒得很 一瓶晕头大曲未必能放到我 像徐梦达拿来的这般高档酒 喝在我嘴里 就像喝水一样的寡淡 但我也装作醉了 打量半天端木后 我似笑非笑地问他 端木啊 你有事没跟兄弟说啊 徐梦达微笑着敲着桌地说 端木 你瞒着御风什么了 端木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又转头去看徐梦达 摸摸脑袋说 没有啊 我没瞒他什么呀 我杨怒道 还说没有 徐哥 我们班三十个同学 二十九个安排了 单单剩下我一个 究竟是什么原因吗 就是要人死 也得死个明白是不 徐梦达惊讶地嗷了一声 黑着脸问端木 什么意思 端木黑黑地笑 尴尬地说 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个芝麻大的官 管得着这么大的事吗 管不着可以理解 有消息怎么不告诉他呢 他这不来了吗 端木拿着酒杯找我碰了一下 说 本来我要给你电话的 可是大哥说你今天会来 我想不如当面说更好 就没打电话了 我心里碰碰地跳 端木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呢 徐梦达也催着端木快说 端木还在黑黑地笑 笑着笑着 一头栽在桌子上 再去看他 已经呼呼地睡了 端木在装死 我心里非常明白 但我现在也应该是酒醉的样子 不能太清醒地去追问情况 因此 我在确定端木不会在徐梦达面前说以后 也装作不胜酒力 扶在桌子上装睡 徐梦达叫了我们几声 见我们没反应 叹口气叫来护士 帮着收拾好了房间 任我们扶在桌子上 呼呼大睡 他摇着轮椅出了门 徐梦达走了不到五分钟 端木就抬起了头 拍着我的手臂喊 御风 还装 我黑黑地笑着说 我跟端木凶学 看看装死是什么滋味 端木不好意思地摇着头说 梦达现在不是组织内的人 有些事情本身就带着保密性质 如果我泄密 对不起党和政府啊 我看他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 心里也不安起来 端木要跟我说的是 绝对不是件轻松的事 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胸口犹如挂着十个五吊筒 七上八下的晃荡 御风 你是觉得大家都安排了 唯独你剩下你一个人 是组织忘记你了 还是有其他安排 我不致可否地笑 组织没忘记 也没其他安排 什么意思 我吃了已经问 急了吧 端木开心地笑起来 还给老子装身沉 我只好舔着脸笑 说端木兄 我一介小民 会装个屁身沉 装也是这样 不装也是这样 端木喝干杯子里最后一滴酒 说 你的事 回去问你老张人吧 黄山部长 我疑惑地问 难道你还有几个老张人 端木哈哈地笑起来 难怪人家黄部长 不愿意你来省里工作 他不能代表组织吧 我试探地问 说不清 说能代表 确实可以代表 说不能代表 也是代表不了 不过 毕竟你过去是市管干部 现在要一步到省管 甚至中央管 确实需要地方的意见 我摇着酒杯说 端木凶 酒不够了 端木瞪我一眼道 难道真想喝死拉倒 我笑道 喝不死的 不就是酒吗 当年老子一个能干 横月市三平晕头大驱 端木竖起大拇指说 你厉害 牛 我不陪你了 等一下 孟达还有事要交代你 我得先走 端木这家伙说完这话 跑得比兔子还快 等我回过神来 看到徐孟达 已经摇着轮椅进来了 仿佛他们两个早就约好了 是的 一个出门去了 一个进门来 我还想喊 徐孟达摇着手说 不要叫他了 我们两兄弟说说话吧 徐孟达叫我来省城 自然有重要的事情要安排 端木一走 他就示意我关好门 我们两个一个坐沙发 一个坐轮椅 对视两久 徐孟达才缓缓开口 徐孟 已明白 我请你来的原因 他正视着我 神情严肃 让我多少有点意外 徐孟达在我心里的形象 一直就是个儒雅书生 说话慢条思理 做事慢条思理 就好像他谈恋爱 一样的慢条思理 像这样严肃的神态 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 因此 我正金威作 等着他发话 徐孟达说 薛老师在国外还不错 昨天给我来电话 希望我也出国去 我拍着手说 好极了 徐哥 你去国外一方面 治疗一下身体 国外的医疗水平 比国内要高很多 另一方面 陪着薛老师 让他也安心 徐孟达淡淡地微笑 做了个抽烟的动作说 你可以抽烟 没事 我掏出烟来 递给他一只说 徐哥也试试 他摇了摇头说 我十年前就戒了 他看着自己的腿 又看看我 叹口气说 我现在去 岂不是给薛老师添麻烦 他学习紧张 要是花心思来照顾我 我心里无论如何 也过意不去的 我笑笑说 既然薛老师想让你去 自然有他的安排 徐哥你完全可以放心去 我能放心吗 徐孟达长叹一口气说 其他都不说 就这不明不白的车祸 难道真是意外 我吃了一惊问 难道里面有文章 徐孟达哈哈一笑道 徐风啊 说你简单 你比谁都精明 说你精明 明摆着的是 你就看不出里面的道道 我摇着头 一脸无辜的样子说 徐哥 我还真不明白 徐孟达显得有些烦躁 他伸手要了一只烟 放在鼻子底下 嗅了嗅 捏着手心里碾碎 让烟丝从他指缝间掉落下来 横跃市的车祸 就是有预谋的 目的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谁都有 如果这是在你身上 你一样的有 徐孟达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 如果有人挡着你升官发财的道 你会不会将对方置于死地 这个问题问得突然 我一时没有思想准备 在他的疑问之下 居然呆了半下 徐孟达笑笑说 当然 你遇风或许不会走极端 但有人就想着让我死啊 我一死 什么事都没有了 天下太平了 我越听越糊涂 也越来越心静 从徐孟达的话里 我感觉他要告诉我一个今天的秘密 而且这个秘密 与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问你 你们春山县的麒麟山庄 是什么时候有的 一个无权无视的人 能办那么大的事 更令人可疑的是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 去麒麟山庄呢 我被他问得一愣一愣的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其实我也是好奇 打听之后才感觉水很深 你知道我是个喜欢试水的人 本来想着看清楚就走 没料到 一脚踏进去 想出来就由不得我了 我汗手沉思 不去插他 半句话 我告诉你吧 你还在苏西镇当书记的时候 我就已经烫进去了 这趟浑水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接你们 搬迁庆典活动的策划 实话说 接你那个活 不但不赚钱 我还要倒贴进去很多 徐孟达笑着说 你玉丰就是我克星 我就是愿意贴你 我双手抱拳致敬说 谢谢徐哥 好了 长话短说 具体故事以后有时间再讲 我们先讲点手边的事 手边有事吗 我试探着问 有 而且是大事 徐孟达让我给他端来一杯茶 他浅浅地喝了一口说 关于你的去向问题 我心里意紧 一言不发 等着他继续说 本来老爷子想把你放在身边 我也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的 老爷子对我是失望了 但他有强迫症啊 好像这辈子没有一个接班人 做人就做得非常失败一样 我说了 你是我兄弟 老爷子是费了心思的 调了你的档案 找了不少的人了解你 我紧张地问 情况如何 老爷子要动手调你的时候 省委组织部说 你已经有了去向了 是吗 我自己都不知道 也没接到任何通知啊 我叫区班嚷起来 徐孟达缓缓地说 林副省长要调你去省公安厅 并且找你谈过了 是不是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说 确实谈过 但我并没有同意 徐哥你知道 我专业不对口 去了也是个废人 没错 人家就是要废了你武功 徐孟达冷冷地笑 敲着轮椅扶手说 可怜我们御风 还蒙在鼓里吧 我心里一阵冰凉 谁要废我 林副省长 如果真是他 就算我有登天的本事 也只能引颈登死啊 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了 我一个无名小卒 在他眼里就是一棵草的分量 他根本没必要对我花费心思和力量 我假笑着说 徐哥说笑话吧 我算个什么呀 搞得那么复杂 徐孟达冷冷地看着我 看了半天说 本来也不复杂 如果不出现一个叫素雅的女人上访 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了 也就是说 我的车祸也不会发生了 是吗 我大吃一惊问 素雅上访与我又有何干系 干系大着哪 徐孟达表情凝重地说 我也不瞒你 我去横月市 就是冲着这个叫素雅的女人去的 我想找到她 可是人家似乎对我的行动 了如执掌一样 所以就出了车祸了 怎么跟你又扯上了 因为我成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了 什么意思 也简单 我是个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的人 有人害我丢了高速公路的广告代理权 我当然不会放过他 这个人是谁 你现在没必要知道 徐孟达又喝了一口茶后说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你的去向问题吧 徐孟达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的心里很不熟 他既不是组织部的干部 又不是我的领头上司 他现在就是一个生意人 一个生意人对别人的仕途有这样大的兴趣 显然不是好事 我虚张声势地笑着说 这些组织会考虑 我们怎么想也没用的 你说是不 徐孟达眉毛一扬说 未必 可是我现在只能等组织命令啊 没错 程序一样的走 事情一样的做 徐孟达笑了一下说 你的老丈人 可是不希望你来省里工作啊 他惜不希望还能动摇组织决定 当然动摇不了 不过 如果他要阻止 还是有很大力量的 我心里一阵焦躁 我没想到 我这么个小小的人物 居然会牵动那么多人的心 实话说 像这样级别的干部 中部省伸手一抓 就能抓几百上千人 现在的情况是 老爷子想要你 林副省长也想要你 但你老丈人却不愿放你 因此 事情拖到现在 就等着你表态了 我表什么态 我疑惑地问 想去哪 我等组织决定 我还是说着冠冕堂皇的话 徐孟达是在试探我 我不能将底漏给他 狡猾 徐孟达含着笑说 难怪这么多人看着你 你这家伙 还真是一条狐狸 话得很 我叫起去来说 徐哥 我是说心里话啊 好了 就算是你心里话吧 徐孟达轻轻叹口气说 玉丰 我就是因为看你这人啊 正直 有担当 所以我愿意跟你结成兄弟 我含笑不语 徐孟达的这番话 让我心里很受用 我这人啊 确实有极恶如仇的心态 看不得弱势的人受欺凌 在我心底 总有一块非常柔软的地方 时不时提醒我心碎的感觉 你就按照我的办法走 总有一天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徐孟达盯着我的眼睛说 我等安排好你之后 就去美国了 不过我不是去薛老师哪里 我要站起来 我站不起来就不回来 我又吃了一惊 这一晚太多让我吃惊的事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枚棋子一样 在棋盘上任人挪来挪去 自己丝毫没半点反抗的力量 又好像自己是别人手里的一副牌 怎么出都由别人操纵 我不能反抗 我也反抗不了 我叹口气说 好 我听徐哥的安排 徐孟达满意的微笑说 我没看错你 我陪着笑脸说 徐哥台爱我了 两个人互相吹捧一番后 各自觉得无比虚假 于是相视一眼 仰天大笑 告辞徐孟达出来 我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 原来压在心里的石头 似乎松动了一下 我发现自己在起人忧天了 我没安排落实工作 背后原来有这么多故事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我不管是谁手里的一副牌 到底也是一副牌 牌打出来 伤的是打牌的人 永远不可能是我 坐进车里 我快活地吹着口哨 掏出电话给甘露打 老子今晚不想住宾馆 老子要去美人家 与美人同处一室 红袖天香夜读书去 端木代表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话 已经是年过后两个月了 三月底四月初的世界 鹰飞草长 触演都是一片绿油的春天 牵牛花在墙角疯狂地开放 屋外桃树上的桃子 有几棵似乎能入口了 我站在老屋的院子里 看着不远处挖掘机 在疯狂地轰鸣 这条街在今天就要拆完 半年或者一年之后 这里将是一个高端的商业中心 我奉我娘的命令 来看老屋最后一眼 这条街上 我外公开过五家生药铺 当年恒岳府的药材 有一大半是从这条街上走出去的 我外公的祖辈都生活在这条街上 即便我也在这里 长到二十多岁才离开 这条街上的人 大家都互相熟悉 谁家有什么好吃的 谁家老公与老婆吵架打起来了 谁家媳妇生了个男孩 都会在几分钟里传得家喻户晓 我看着一排排的老屋 在挖掘机巨大的挖斗下轰然倒塌 看着腾起来的一阵阵灰尘 心里不禁慢上来一丝伤感 横跃势很大 这里才是我的故土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根深蒂固地认为 出了这条街 我算不得横跃是人 我在大学毕业后回到这条小街 我以为我自从走不出这条小街了 谁知道命运兜兜转转 我从这里出去 慢慢成长为一棵大树 却在一场看不见的阴风淫雨里 一切归于沉寂 就在我感慨万千的时候 端木的电话来了 他指示我去横跃市委组织部 说他在哪里等我 问我什么时候能到 我看一下表 估算了一下距离 直接答复他说 15分钟 刚走出小街 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回头看去 我住了20多年的家 在一片漫天的烟尘里 已成废墟 心里无来由的一痛 眼眶变湿了 从此以后 我再也看不到我的老屋 再也找不到平调往事的地方 仿佛过去的一切 都埋在了这一片废墟里了 横跃市委组织部会议室里 坐了三个人 两个是省委来的 端木和梅华 一个我不认识的 显得很年轻 我一进去 端木只是汉手微笑 梅华却站起身 朝我伸过来手 接上年轻人说 横跃市委组织部干不出的 小宁宁静 我一听差点笑出来 好好的小伙子 怎么取了个女人的名字 男人就要捂刀弄枪的 那么安静像个女孩子 脂粉气浓 不好 再去打量叫宁静的小伙子 果然眉清目秀的 像极了女孩子 考察谈话正式开始 一切例行公事 按理来说 端木下来 市委组织部 最低也得派个 副部长级的作陪 可是眼前的情况 却是一个领导都没有 更何况 黄山部长了 我心里 咯噔一下 掉到了水里 谈话人的级别越高 上级安排的职位 就越高 如果仅仅是 普通组织干部谈话 级别不会高到哪里去 端木说话声音不高 但句句落在我心坎上 根据省委组织部考察 报省委领导审核 结合地方党委意见 决定任命预封为横跃市信访局副局长 这不亚于晴天霹雳 我所有的美好 在刹那间土崩麻洁 横跃市信访局副局长 闲职 闲得淡痛的一个部门 闲得牙荒的一个官位 我终究在省里干部大门口 被打趴下了 与全班29个同学比 我是最惨的一个了 据说连邓韩元都去了省里 只有我一个人 在地方政府里 而且还是个说出去丢人的一个单位 我一声不响的闭目假妹 仿佛眼前的三个人 根本不存在一半 端木他们也不开口了 我耳朵里只听到 他们断断续续 不耐烦地喝茶声 一支烟功夫过后 我张开眼 环视他们一眼 满脸微笑地表示感谢 谢谢组织 说完这句话后 我起身扬长而去 端木在我身后叫了我几声 我装作没听见一样 静止出了市委组织部大门 上车就走 我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 我暗暗地想 心越来越痛 手脚因为激动 也开始哆嗦 老子现在算是有背景的人 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我想不通啊 难道我老张人黄山 是我的拦路虎 难道徐梦达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难道林副省长 只是在逗我开心 早知如此 当初林副省长 让我去省公安厅 我就不应该犹豫 一个地方的信访局副局长 狗屁都不是 信访局局长 一般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 市政府副秘书长 在官员序列里 也算不得一个屁 何况我还只是个 信访局副局长 这个位子 比起我在春山县 还差了好多 车上了外环路 我家大油门 双眼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一个进风跑 跑完整个外环路 我颓丧地将车停在路边 下了车摸出一支烟来 默默地吸烟 我现在的脑子里一片混沌 我不知道下步 我该走向何处 漫长而揪心地等待 等来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不但失望 而且特别伤心 想起来是端木打来的 说他下午要回省里 有几句话要给我当面说说 我懒散地说 就在电话里说吧 端木沉吟一会说 是孟达让我带来的几句话 我心头火起 大声说 就算是陈省长的话 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吧 端木挂了电话 我气脑地将扔到车座椅上 看着远处一片繁忙的工地 脑袋一片空白了 横跃市在加紧造成 原来的老城区 越来越满足不了城市的发展需要了 十年前规划的一条外环路 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内环 路边不停矗立起来的高楼 将这座城市化成了两个世界 外环路里面的老城区 处处破败 但人气鼎盛 外环路外的新城 富丽堂皇 却人烟稀少 处处显得无比的萧条 我一点也不奇怪这种变化 小时候留在心底的城市模样 如今已经很难找到他过去的面貌 这是个全国造成的时代 每个地方不论大小 都在造着或大或小的新城 似乎不去造成 地方的领导就没能力一般 再次坚力地想起来 我回到车里 一看还是端木的电话 不耐烦地说 端木处长 你要是觉得说话不清楚 给我发个短信息也可以 端木在电话里黑黑地笑 说 沉不住气了吧 我冷笑着说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是有原则的人 不会计较个人得势 你就继续去骗鬼吧 端木直言不会地取笑我说 梦达早就猜到了你的这种状态 所以叫我带几句话来 不愿听拉倒 你说 我听 我满不在乎地说 我不说 我要当面给你说 这是梦达交代的事 我必须办好 你要不听 我也就不说了 回去把话还给梦达 就是 端木好像有点不高兴了 说话的口气显得一副事不关以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叹口气说 好吧 你在哪 我去找你 不 你在哪 我去找你 这是横月市 你熟吗 我计讽着他说 我可不想等到头发白了还见不着你的影子 端木冷笑道 横月市再大 也是中部省馆的地方 我端木不是横月市人 但在中部省这块土地上 自信还不会迷路 我只好告诉他 我在外环路上 抬眼看到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说了具体方位 端木在十多分钟的时间就赶过来了 车子停在我的车后面 只有他一个人下车 静止朝我走来 我看到他后 脸上样起一丝微笑 说 对不起 端木处长 让你麻烦了 端木黑着脸 怒视着我说 沉不住气的人 能干大事吗 我心里发虚 赶紧换了一副笑脸说 处长 我小地方的人 境界不会太高啊 这句话似乎落在端木的心坎上 他满意地笑了 朝我伸出一只手来说 给只烟抽 端木和徐梦达 他们都不抽烟 这个事实 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 看不起自己 但凡官做的大的 和钱多的人 他们都不抽烟 有人甚至说 抽烟的人 都是穷人 没素质的人 可是我知道 我们开国的老大 每天是烟不离手的 端木将烟点着了 居然美滋滋地抽了一口说 好烟 我忍不住笑起来 只有人说好酒的 还没看到有人赞叹 好烟的 徐哥有什么话 要你带给我 我忍不住地问 想听了 端木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将眼光投向远处说 横跃市这座城 果然不同凡响 我被他的话 搞得云里雾里 难道徐梦达的话 与这座城市有关 梦达让我告诉你 去信访局 只是万里长征 第一步 只有跨出去这一步 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摸不着头脑问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如果你一下就懂了 还需要我来理说吗 你的意思是 徐哥在下一盘棋 我没有底气地问 我现在就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 你怎么不说自己是一副牌呢 一颗棋子 要是没其他帮手 最终会死无葬身之地 而一副牌 只要底牌在自己手里 谁敢不顾忌 我苦笑着说 端木处长 我是棋子也好 牌也好 我明白 我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冲锋陷阵 端木拍拍我的肩膀说 其实你比谁都明白 我要走了 直接回省里复命了 你这里是最后一个落实 落实了你 干迅满的事 掩齐息鼓了 送走了端木 我回味着他话里的意思 想了半天 还是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三天后 我开始走马上任 毕竟与甘露 他们不同 甘露去上任 人家是派人接他复任 我去上任 冷清清的一个人 直到走到信访局大门口 门口的保安还对我说 今天不是领导接见日 我按住怒火问他 你看我是来上访的人吗 保安被我气场压倒了 退到一边去 不跟我理恶了 我登登上到三楼 看到门口挂着的一个牌子 写着综合办公室 推开门就进去了 屋里坐着三个人 两女一男 看到我进来都冷了一下 随机男的不友好的问我 找谁 我扫视他们一眼说 我谁也不找 谁也不找你乱推门干什么 出去 男的起身过来 似乎要推我出门 我微笑着问 不找谁就不让进门吗 神经病 男的骂道 你以为这里是自由市场啊 想来就来 这里也不是深宫大院吧 我疑惑地问 这里不是信访局吗 是信访局 没错 男的走到了我身边 不耐烦地说 信访局也不是谁想来就来的 我故意陪着笑脸说 要不是有个难处 谁愿意来找你们 来找你们的 都是有过不去的坎啊 我们又不是观世音菩萨 男的指着门说 请吧 这里不欢迎你 两个女的自始至终 都没抬起头 正眼看我 但我从她们的脸上 看到了无限的厌恶神色 从屋里退出来 我站在门边说 我想起来了 我是来你们这里上班的 上班 男的冷了一下 随即与两个女的对视一言 两个女的立马站了起来 满脸堆满了笑 男的小声地问 请问您贵姓 姓郁 男人赶紧弯下了腰 谦卑地说 我叫马小虎 信访局综合办公室主任 我嗷了一声说 马主任好 马小虎伸过来 双手要跟我握手 我视而不见地说 打扰了 转身要走 马小虎一步跨到我面前 谄媚地笑着说 您是新来的狱局长吧 我点点头说 是我 我今天第一天来上班 不知应该找谁 应该找办公室的 马小虎热情地邀请我做 他去帮我叫人 两个女的这时候也过来了 站在我对面 小心地微笑 我朝他们伸出手说 你们好啊 他们两个赶紧过来 跟我握手 自我介绍着自己 我这才知道 他们两个 一个叫徐美丽 一个叫矿媒 马小虎带着一个 戴眼镜的人进来 介绍说是信访局办公室主任 叫周云 周云惊讶地说 狱局长呀 不是说下星期 你才来上班吗 我似笑非笑地问 我来早了 周云陪着笑脸说 没有啊 我们都在等着您呐 恨不得你早一天来领导我们呢 你们说是不是啊 马小虎笑着说 是啊 周主任昨天还给我们开了会 说新来的狱局长 是个有能力 有胆破的干部 你来 我们局一定会有个崭新的面貌啊 旁边的徐美丽小生说 还是个帅哥啊 他的话 逗得他们都笑起来 我没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 周云莫说错 我应该在下星期来履职的 但我已经闲了几个月了 我在家里坐不住了 我需要一个新的环境来换换思想 周云热情地邀请我去新办公室 说我的办公室在一个月前就准备好了 他们是左等右等不见我来 整个信访局都做好了迎接我的准备 他们没想到我会提前来 而且是一个人来 依照规矩 我来履职 市委组织部 最低要派个干部送我来 而且要召集全局中层以上的干部开会欢迎我 我之所以一个人来 还是我的老丈人黄山说的 他告诉我说 不派人送我赴任 就是想让我有个最初的印象 周云在前头引路 我跟在他身后 我屁股后面又跟着马小虎和徐美丽三个人 我的办公室果然窗明激进 看上去一切都是新的 就连窗帘也换了新的 而且还是我喜欢的颜色 办公室很宽大 有三个综合办公室那么大 因此屋里显得有些空旷 甚至有些冷清 办公桌上摆着一盆水仙 叶子翠绿 水清如雪 盆子里几颗白色的鹅卵石 清晰可见 周云笑道 也不知道御局长喜欢什么样的花 没办法就弄了这盆水仙 水仙代表君子 我私自做主了 我点点头说 谢谢 很好 徐美丽赶紧给我倒来一杯茶 小心地放在茶几上说 御局长请喝茶 我笑道 这是我的办公室 应该我来招待你们 徐美丽双手乱摇 红着脸说 御局长 我们是应该的 我既然已经来了 就得去各部门拜码头 周云告诉我说 局长历练在市政府里办公 平常很少来局里 现在局里包括我在内 有四个副局长 除我之外 另外三个副局长 有两个长期请病假 只有一个副局长 在主持日常工作 今天也不在家 说是下到县里 去协调一件 省里批复回来的 信访案件去了 局长们都不在 码头就不用拜了 我就提出 想认识一下 各部门的负责人 周云满口答应 说过一会 他让他们都过来 周云领着马小虎 他们出去了 屋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去办公桌 后边的大椅子坐 而是坐在 接待客人的沙发上 端起徐美丽 给我倒来的茶 轻轻抿了一小口 一杯茶还没喝完 我办公室的门 就被敲响了 我清了清嗓子说 进来 门一推开 进来一个漂亮的女人 笑隐隐地看着我说 御局长号 我叫曾平 督察科科长 我站起身说 请坐 曾科长 曾平大方地 在我对面坐了 拿出一叠纸 准备汇报工作 我摇手说 今天我就想认识一下 各位领导 工作的事 先不忙 曾平文言起身说 拿我不打搅 御局了 他一退出去 又进来一个老头子 满脸的皱纹 一看就给人 很和善的感觉 御局 我是街访科的马彪 别人都叫我 马老家伙 我笑起来说 以后不许这样叫 多不尊重啊 马彪满眉笑容说 没事 他们年轻人喜欢叫 我也喜欢听 我就是个老家伙了嘛 再过一年 就该退休了 我请他坐 递给他一支烟说 尊老爱幼 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嘛 像马老这样的老干部 只有从心底去尊重 才能体现我们的优秀传统啊 突然我脑袋里闪出马小虎来 于是问道 马小虎科长不是你什么人吧 马彪尴尬地笑 一张老脸的皱纹挤在一堆 让我根本看不出他是在笑 还是在哭 是犬子 不懂事的犬子 马彪的话犹如一枚炸弹 当即把我炸得有点晕头转下 一门两科长 而且还在同一家单位 只要我多少一下转不过弯来 不过我很快恢复了心情 不动声色地说 马老严重了 小虎科长年轻有为吗 马彪陪着笑脸说 以后还要多请玉菊批评之道 他显然不愿意多呆 说了几句话后告辞出去了 马彪一走 随即又进来一个三大五粗的男人 声如红中的喊 玉菊 你好啊 我闻声抬头 发现进来的人年纪约在五十岁左右 身高却有一米八多 他身宽体胖的样子 头上剃了光头 却留下了一圈落腮胡子 玉菊啊 我是市长公开电话接待科的王子明 副科长 我朝他伸出手说 王科长 请坐 王子明却不坐 站着说了几句话后告辞出去 最后进来的又是个女人 年纪大概在四十岁左右 身材很不错 皮肤保养得很好 一双眼睛居然水灵灵的 闪着与年龄不相符合的光彩 他介绍自己是半信科的鱼磊 在信访局工作快二十年了 我真诚地说 你是前辈 以后要多向你学习 我愿意 感谢观看